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给住热会了 然后差不多十个月吧 没回来了 你是比较喜欢跟川普带着是吗 我就说终于赶上有一次 美国的生活比中国还热闹了 在那看看热闹 我跟你说 这你不要忽略我们祖国 你这个一不在啊 你算是错过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各条战线上的变化 我们还是更热闹的 祖国整天放卫星 今天您这个文坛人士 这个格子也算是文坛上的 我跟你说 在文坛上 祖国这两天也放起一颗远远的新星 是吧 我叫范语农 范语素 范语农 范语素 语农是谁 可能是一小口 范语素 结果呢 要不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个新星放起来还没两天 已经给逼到深山古庙里去了 这个小隐隐于山了 已经是 你可以看看这个他最新的信息啊 这个范语素 哎 说你看 小富 你转告主委 因为媒体的围攻 我的社交恐惧症已经转成抑郁症了 现在已经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我说咱们真是个人逼人的社会 你看 这是去采访他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皮村 皮村就是北京这个五环外头吧 到六环之间对六环之间 你看这些照片反映出啊 这个一个打工阶级 他们的文化生活 这个是他在文章当中啊 这个笔墨很重的描绘的这个人物 就是他的母亲啊 也是一个农村里特别有能耐的一个女性 对啊 哎 我现在问问你这个年轻人 看见这个文坛新兴 做何感想 我特别的兴奋 因为这个读他那个文章 大家可能第一句就被他震倒了 对吧 他的人生是一本装力的乱七八糟的书 对吧 但是我其实认真读完了 我不知道多少人认真读完了 我读完之后一个感觉反而更妙了 因为你会看到说一个 没有受过特别好的训练的一个 但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协作者 他是什么样的 他里面呢就有非常精彩的 也有乱七八糟的地方 就是你 乱七八糟的地方是什么 呃 我们先说特别好的地方 哈哈哈哈 又想给人带勾了 我特别擅长接坑 他里面有一个提到 他第一个这个雇主啊 是他伺候人家的如夫人 对 哎这三个字妙呆了 你知道 因为如夫人是中国古代说这个小妾的 对 你如灵外食里面 那个什么万语谱就说那个 说说他们说他第七位如夫人病了 对吧 我一看之后我就心里一乐 因为他事实上这个人啊 他也确实是 你也不能算是个小三啊 或者情妇人给他养了一儿一女了 对吧 所以这个如夫人恰如其分 你就感觉说可能他确实读了不少东西 哎 你看 这三个字的表达就很有意思 这个人民日报的有向八卦媒体转向的嫌疑 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细节 哎 扎老师 你想认识认识他的这个这个样子吗 就是我们有一段视频 他们在那个打工的这个皮村啊 我们有的记者去过 几年前去的 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面貌有什么变化 他说这个一去啊 他说都是那个留守儿童啊 就是好像聚集着说上万打工者的这么一个村 你看他那举办的活动的名字都挺有意思 叫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这个这个 这个 范语素曾经就在这个活动上讲过话 谈到艺术跟生活的这个关系 那你可以看一段啊 我希望我们艺术家 我做一个对级餐 我在那我就想 我觉得艺术家做的是什么 到底听到 农民工和听到艺术家 这两个 词书的时候 听到农民工 他感觉到他不是一种 还有词乳 或者扁义词 听到一个艺术家 他也不觉得这个词 哎呀 怎么高高摘胀 他是一个中性词 然后他都变成一个中性词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 我们中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高高摘胀 我觉得那种东西 这是落后 我考虑一些西方国家 他决定最主要是人与人的平等 是平等 还带着担心过强 哎 哎 说得好啊 说得好 不是 嘉老师你看他那个文章 我当然看了 我看了 因为你们说要说这话题 我就很认真地读了一遍 哎 对大家觉得他这个 在文学上的成就 你怎么感觉 文学上的 你只看了一篇 这一篇确实写得很好 我觉得写得不错 当然就是他这个身份 也让你觉得 就是这个文章 如果是一个 另外一个文人写的 你可能感觉不一样 尤其你已经知道 他是这样一个背景 这样一个身份 对他的这种真情实感 可能就有了一个可信度 就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悲情的 而且确实 他真的是没有悲情 我的印象很深的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 有点小幽默 有点小幽默 而且还挺 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挺心胸浩荡的 这么一个人 用一点文青的词 就是他 你看他描写 他那些特别低微的 那个贫弱的生活的时候 他都挺阳光的 而且你也不感觉 他是装的 比如说他这个什么 你看他 比如他刚才说这话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觉得说的很好 就是你们什么高高在下 我们的 你知道有一句话 就是说的 这可能是印度人说的 就是说 你看他们西方 现在穷的就剩下钱了 就他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精神上的 你看我们这么穷 可是我们精神上很富有 你们就穷的只剩下钱了 这话真的也可以用来 就是他这个意思 你要说印度人这么说 可能有点矫情 觉得我们就是精神高明 我们一种贫穷的美 他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真的有一点这种 就是说 你们那些那么有钱的人 实际上你们精神上 也不一定就 你们是富中 可能有穷 就比如说你看他里边 那些细节 写他在一个富贵人家 就是你刚才说的 如夫人家 然后那个如夫人的那种 大半夜 大半夜 还等着他 等着这个比他大25岁的 这个老公 大家都在挖这人是谁 对 可是他就没有这个 就是他这笔就没有这个 他就觉得 也可能他就是穷 以前穷太穷了 所以他只能这样 所以你看人家这篇文章里 谈到了这个中国社会 方方面面的问题 你们就注意到了这个如夫人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 他是有大碍的 这话说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可以给你这个实况报道一下 昨天晚上 我们几个朋友聊这个事 我跟你讲 这个人 一方面事不关己 理解同情 事要关己 横眉立目 这个人性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朋友当中 有一个人的太太 就是讲 我觉得她是有名 在北京 换了六七个保姆了 就是一直整天 这个家里老人也不好 就是身体也不好 就是老是请不到一个好的保姆 他这个角度 我到现在 我没有见到过 这个很有趣 然后他说 他说 他说他写这个文章 他说到人家家里去做事 那是个如夫人 这个那个老婆 有两个孩子 这边又生了一儿一女 然后大儿子给他找了一个什么少年寺的学武 还找了一个人大的学霸 找他学文 怎么怎么着 还有一个什么三个月的小女儿 怎么怎么着 白人隐私都给披露了 他说这个保姆有没有职业伦理 说这个东西 家政工作 他说我不是说社会地位 高低 对吧 就是说 家政职业 你是有职业道德的 不管说有这个如夫人 这个东西在道德上 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哪家敢请这样的保姆 你给人写出来 是吧 而且甚至于说 他现在就火了 火了那家周围的人 肯定知道这保姆是这家做过的吧 至少是 那不是人家还说人家男的是 胡润百富榜上的这个挂名的那个人 这儿竟然分分钟就被查 这个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他写的时候 可能也并不知道他会火 他是个业余的爱好 自己这么写吧 他说那你这个我觉得也不对 他现在你看这整个保姆 整天打听 你们家儿子挣多少钱了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也是个角度 我觉得首先 没有事是十全十美的 你雇了保姆 然后你还指望说 你隐私完全一辈子 不会被泄露出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全十美 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第二个就是胡润百富榜上这样的人挺多的 但是我就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里边的问题 其实反映的真的是方方面面 你比如说 我随便画出来 这里边讲什么文学 他有没有文采 这个我不能 没资格说了 就是比如说 他其实谈到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方说这个老公酗酒打人 忍受不了家暴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这个村里边的一些这个小官僚 这个这个这个作风啊 还有呢 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 对吧 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 打工学校又是个黑学校 没有学籍的 对吧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教育部这么做 是为了不让下边的学校虚报人数 可是教育部 为什么不弹劾立志 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呢 对吧 但其实谈到了很多 社会上的问题 还有这个 有些地方就说 1990年之前 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 世界第一 是吧 一哭二闹三上吊 自从可以打工 你看啊 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等于说 打工之前 等于中国农村妇女 跟他们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自杀率特别高 自杀率特别高 反而是打工之后呢 农村妇女不自杀了 无妈村 对吧 都逃跑了 异地联姻的农民工 婚姻代太脆弱了 然后呢 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留守子女 北京这样的城中村 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 也很多 还有呢 今天这个有些工人诗人写的 那个世界工厂的螺丝丁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等等啊 然后还讲他母亲 村里把这个农民的地 一亩两万二 这么便宜就卖了 农民去维权 给那个维稳的人 打断了肋骨 他你看 他母亲 信息量特别大 对 信息量大 而且他真的里边有一个 这个你可能要说的 还有一个 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女权的 这么一个角度 你看他这里边 这个父亲 就是一个 他说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遵义 他用了一个词 反正也是这种文族族的词 你就感觉这是一个 很斯文 但是没用的一个书生 然后呢 这个大哥呢 也是一个很淤的人 就结了婚以后 还还就是很 就特别像那种旧小说里边 那种又古板 然后又很有权威式的那种男性 然后这母亲是一个 又通达又有爱 然后还特别坚强 维权就是他妈去 所以这个里边 你看他后边说的这些 都有这么一个路子 就你说的这个 女人一走出家门以后 也不自杀了 然后出去以后 有一个那个 他女儿交的那朋友 也是一个 这妈妈就跑了 然后就养完孩子 一般都是 他都是反过来的 你发现没有 一般都是父亲跑了 对吧 这母亲跑了 可能又找别人去了 他这条线也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他这信息量大 有些很 就是你说的那种小幽默 给我印象是你 那个如夫人说的 我的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村民啊 北京市的村民啊 因为这个地价 全成千万富翁了 可是成千万富翁以后呢 这些人也有一种 我也成人上人了 然后他什么呢 遛狗 你记得那些细节特别 太逗了 就每个人家里边 全是遛狗 对 村里边全都是12条狗 拎出去 到你农民宫 外地农民宫里 去悬一番 然后他 可是他这个幽默呢 和他这个阳光呢 就等于在这种事上 他都能一转 就是他说我女儿 你看我 我在人家喂那个小女婴 我那大女儿 就看着我的小女儿 可是很安全呀 因为那房东家 就有两条大狗 一个什么苏格兰牧羊犬 一个是藏狗 威风凛凛 谁敢来欺负我们家女儿呢 他就给转那儿去了 所以你说他乐观呢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艰难的生活 是吧 没有压倒他的乐观 被关注没两天 他又一张串 一张三言行广告之后饭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广告之后犯了 现在就很多人粉他 但是你知道今天的这个舆论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两天之内就翻云覆雨 我觉得过去咱们刚才一直夸王蒙老爷子 王蒙老爷子对这个世界的辩证法 认识是很深刻 我发现我们这种节目 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多年 而且还将一直存在下去 只要老板还给钱 你说为什么 就是因为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我记得王老爷子说过 只要是用语言说出来的观点 没有博不倒的 也就是这个天永远可以聊下去 而且我还发现人性爱逆反 人性好逆反 所以一个东西一出来 第一天大家就粉他 文贪新兴 大工作家 跟余秀华什么什么相比 夸到第二天就开始就出来了 这个文章也就是语言朴实一些吧 什么放在网上 到处都是这样的文章 稍微有点小文采 你就当什么文学家了 等等等等 他跟谁谁谁怎么比啊 他跟谁谁谁怎么比啊 我就第二天看到很多 对后来又全翻过来 开始聊这个了 那就是刚才说的 其实他还输过一定程度训练的 因为你看那个皮村是有那个训练营的嘛 但是我刚就说他的那个 就这一篇文章也是不稳定的 有的地方水平是挺高的 有的地方你就感觉说 还是这个比较粗糙的感觉 还没说呢 就不好的地方 你就说你比如说 你不能指望扎老师说 他有一段是纽约克水平 另外一段知音水平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这里面 他当他写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 我其实感觉已经写乱了 就他知节是乱的 虽然信息量是有的 而且他有些地方 像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女权 有些地方你感觉说 确实我作为读者我会好奇 你比如说他讲到他的这个丈夫 短暂并不短暂的婚姻 然后他后来轻描淡写了一句说 这人酗酒还打我 说后来他可能死在俄罗斯了吧 就这么简单 你相信这个人对他的人生 只有这么一定点的影响吗 但是他就是好像是有一种什么 受的训练其实并不够多 所以他不足以把这段给表达出来 他为了去表现他的母亲的时候 为了去表现这几位女性的时候 实际上他把男性给脸谱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今天的人的一种心理 就是要不说这种心理 直接就能把这世主给逼到庙里去 你知道吗 就说明他有的时候 一方面来说呢 是制造了话题 另一方面来说 这种喧嚣啊 是多么的让人讨厌 就有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我最近跟网络的一合作 我就发现他们用的词啊 都是淘宝上的词 就是说爆款 爆款 你看你这美国来的你就不明白 在今天的这个业界 包括比如说公众号啊 或者是做什么视频 做什么节目啊 用的是商品的词 叫爆款 甚至你跟你现在跟一个网站的经理谈心 哎 我跟我们老总立了军名状了啊 今天今年下半年 我要搞一个两个爆款 一个大的爆款 一个小的爆款 我说什么叫还没弄 泛语 泛语不是泛语农 我这泛语农也会成为爆款 泛语素就是一个爆款 比如说十万家 或者五十万家 就是一下子成为一个社会的大的话题 人人点击 人人议论 就爆表的意思是什么 就爆了 就说爆了 这个关注度爆表了 对 但是当他比如说这个泛语素的这个文啊 而且这个爆款呢 还真是挺有意思 他不是完全遵循规律 我觉得也有一些偶然性 你弄不清 比如说当年余秀华这个诗人 就是那一句嘛 我要穿过大档的中国去顺利 是吧 哇 这一句爆款了 爆款了 他这个最近跟余秀华对比 我觉得其实挺奇怪 因为虽然他们这个都是这个农村出来的妇女 都是以文学而成名啊 我觉得其实他们俩是基本上完全相反的类型 余秀华是一种主动的表达 你看他从出名之后到现在 他不断的出版诗集啊 包括他离婚啊 他主动的表达自己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外向的 希望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欲望 所以他才会有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而这个范语素呢 恰恰相反 他特别像一只萤火虫 大半夜的呢 我在那飞 飞着飞着我想亮 我就亮了 但是我亮不是为了照亮你 我亮只是因为我想亮 所以你看 你的话太深了 他的这个酷是真的酷 就是说 你迎来了这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关注度之后 我跑了 我是真的不想要 你怎么不能理解呢 所以他在那个视频里面说 对我来说 一天吃俩红薯就够了 但是一个相对被动的 内敛的这么一种 对 那个穿过大半个什么 那是一个进攻型的 进攻型的 所以这个 这个我刚才说女权主义 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形容是一个 我是一个弱者 你没有 他他很崇拜他母亲 他母亲是个强者 他自己是个弱者 所以他说 他干 不仅干活笨 他性格也也不行 就是他有社交恐惧症 对吧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退让的 并没有想说我要做点什么去出人头地 他没有这种意识 而且他在他这种自足的生活里边 我刚才就说 他好像他自己就能在这个这么一块地里边 他就能找到他的阳光 他的快乐 他的乐趣 什么 他他都有了 所以这种呢 我觉得 这反正我感觉就是 你说他是真正的强 强也好 还是说他是一种 他需要在他的这种脆 他有他的脆弱的边界 你知道 在这里边他是强的 只要一出去 他就爆了 就不是就破了 他有他的精神自流地 其实他反正让我想起来 那个是前两年火的一个摄影师 叫做威威安麦尔 威威安麦尔这个是芝加哥的一个摄影师 他从小生活在法国 然后纽约 然后他后来一直在芝加哥给人家就是干保姆 其中带一家干了17年 这威威安麦尔他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 有留下了至少15万张底片 你如果打开底片发现是个一流的摄影师 拍的真不错 拍的特别好 这里面也就是遇到那个隐私 就是他其实也拍过他的雇主 对吗 但他从来没有发表过 对 然后就有人去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寻找威威安麦尔 通过对他生前 他几乎没有熟人 所以对他生前的雇主的采访 对他底片的那个 你发现说 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流的摄影师 但是威威安麦尔 他在自己留下的录音里面 你就看出来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靠这个成名过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拿摄影当职业 而是说这就是我的精神自流地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引起很多人 拷问灵魂 我发现生活温饱 得了温饱的这些 特别会从这些事里拷问灵魂 比如说这次发的这个媒体 就正我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又看到他们里边的一个管理阶层 为这个都发个文 说这个爆款以后 是吧 我曾经给那个 好像我们的一个同事打电话 说这个我们要不要做一下 那意思就是大张旗鼓的再操作一下 然后呢 他说他感觉他那同事人格很高洁了 是吧 他的同事就说 这样会不会有点猥琐呢 他说我们今就想到这些年来 我的脑子里只是在计算 计算得势 计算利益 是吧 等等 这个心灵等等 就又开始说了 那还有人就说呢 说他说来说去 就是说 不管高低贵贱 不管贫富 我们的灵魂都是一样的 他其实表现了一个这个 过去可能我们认为 一个保姆 或者一个那个打工的 似乎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人 甚至是没有面目的人 对吧 在很多所谓经营阶层感觉说起来 但是呢 有时候他们发出这样一些性灵之作 你会感觉到他内心跟我们一样 有这个感受人人生滋味的 甚至也有他的冲动 甚至有人提到当年顾长卫拍的一个电影 里边塑造的一个角色 就蒋文利演的叫王彩玲 就是往往比如说在一个小镇上 生活极端困苦 长得也不好看 但是呢 比如说是爱音乐 或者爱舞蹈 或者爱文学 甚至是一度可能去流浪 对吧 他也是这样啊 跑到海南 曾经去流浪 一逞情怀等等 哎 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会感觉到 实际上谁都是文青 不是说五眼阶级就不是文青 对他他很有意思 很有尊严 你刚才说 他就是他这是个偶然事件 我相信一定是的 就他没有那什么隐私感 什么他没有想到我去披露谁 给你们臭一把 那是中产经济价值观 那个人是自己显出自己的那个小来了 是吧 而且这个平台呢 我还恰恰认识这个 就这个谢丁他叫 就是做这个政务的 他们是做了很多年的 一直就是这种普通人的 很多是啊 至少是写小人物的 日常生活的 这个谢丁好像是一个那个何伟 就是这个Peter Hasler 我们还说到 他的他的粉丝 他就喜欢这种 就是说写非西构 写小人物 写得很细 做了很多年 哎 如果不是这篇文章发在正好这正五 因为正五本身实际上在这个圈子里边 已经有一批追捧的人了 就有固定的读者 有什么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偶然 就是正正好这范语素 这篇文章发在这了 他一定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他写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真的 其实他是很自我的一种表达 就是他自己有一种尊严 有一种这种内心的一种强大 但是他完全没想到 说这个东西有可能出出出这个圈子 你知道到别处去 所以他现在这种恐慌 我觉得是 就对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意外 但凡有一点名利之心的 那忙死里做呀 现在有多少出版社找他要出书 多天六家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倒不是说这个什么 保姆能不能泄露隐私 我也觉得保姆不能泄露 这样固定的隐私 这说明咱们离一个专业化的社会 也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当然这个不能责怪于他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观感 你比如说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儒夫人 我有时候想起来 我也觉得有点慎的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家里都有这个保姆 其实你真没想到 他也对你的生活有看法 对吧 你比如说 其实别人家的夫妻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保姆 你能够弄明白的 但是至少你在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女的比他的老公年轻20多岁 每天晚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坐在沙发上等老公回来 他明明可以靠颜值 不是 他明明可以靠自理征修 对吧 但是好像是匍匐在这个男人面前 我这是生活在大清王朝 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 所以人工智能的时代一定要赶快来临 不要让人去给当保姆 一定要让机器去当保姆 我就甚至想到这个东西 这阶级啊 这真的是阶级啊 你当年就说在地主阶级家里做事的农民 对吧 那他想到什么 凭什么种地的是我呀 吃饭的是你呀 你这个是非常现代的观点 以前不这么想 在以前的这个观念里面 他在自己的阶级是安之若素的 这个是属于一个外 就不是历史的眼光 你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 甚至他的墙 古人肯定是没读过书 甚至他的墙在于哪里 他似乎流露出他怜悯这个如夫人 你明白吗 他不是说他很仇富 他瞧不起他 所以他有一种自己的自尊 他有一种俯视 所以这几年很多的 一到春节那个回乡笔记 我就看不惯 好像说你只能去俯瞰 我说这人家在俯视你 人家瞧不起你 人家瞧不起你 他没看过 你知不知道 他没看过